全体诊所多达1万多家 多年来是配合政府登革热 还有流感快筛等等的防疫 那武汉肺炎的死亡率 是流感的20倍之多 诊所要来协助裁剪 但是每名的基层诊所的医生 每个星期只可以拿到 3到5个由政府配发的N95口罩 甚至呢 有买不到隔离衣的现象 那么有医生就出面说明了 真的不够用 如果我们随着疫情 更严重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去支援社区 社区已经诊所先支援 社区筛检站 那时候我们面对的压力 第一个就是 很多都高风险的病人 这是我们当然 当医疗人员就必要承担 这种高风险的状况 当然这时候的防御等级 就要用最高等级 包括一定的每一个 只要进入筛检中心 都叫全套的 肤目镜 高级的口罩 N95 那全套的防御 都是需要的 随着疫情升温 任何发烧干咳等症状 都不容忽视 但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承受庞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他们与病患 面对面接触 如果没有足够的防护装备 那么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之中 医师才会跳出来呼吁 希望政府能够提供 采购的管道 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都不容忍